第五百八十八章 死亡陷阱 冰山石灵周围地带的幻兽群分成三个群体 蜥蜴幻兽 巨型人形幻兽 飞禽幻兽 这三大借主巅峰幻兽统领的三个群体 磨砂族里面变化所形成的冰雄慢悠悠的 傻乎乎的 和其他幻兽们一样走着 大概花了三个多小时 总算完全走出了幻兽群范围 靠 冰雄里面暗松一口气 回头看了一眼 后面茫茫冰山石灵中一头头幻兽生活住 原本傻乎乎的冰雄的眼眸也有了一丝光彩 总算是走出幻兽群范围了冰雄里面 这才稍微轻松点 看向前方 前方茫茫冰山的石灵路依旧是只有偶尔走散的 一头头和族群傻乎乎幻兽 那名戒主死死守在那洞窟的另一头 反正没法后退了 我现在只能继续前进 李明道 冰雄时而奔跑起来 时而慢悠悠 仅仅片刻 在他视野范围内就根本看不到其他幻兽了 眼前竟皆是茫茫冰山石灵 昂 悟 魔鹰石墙石弱 侵袭着李明的灵魂 焕霍住李明的意识 一旦被完全影响就会变成行尸走肉 这冰山石灵一眼看不到头 李明继续以冰雄模样前进 越是深入这冰山石灵 偶尔会遇到更加可怕的魔鹰 冰雄李明速度减慢 麻烦了那银色眼眸中有着一丝忧虑 无声无息的魔鹰清洗李明的灵魂 冰雄李明身体都因你一颤 李明暗精 根据幻境海的一座座岛屿和一些资料 这魔鹰强度 恐怕普通的戒主三阶都被直接控制 也能够大概推测 正常不同实力所对应的的意志 意识程度 单单论意志方面 自己恐怕能够媲美不朽了 只是意识强度弱 所以被卡在幻境海第十座岛屿 而魔鹰 并没有意识威压 仅仅是一种换货 所以李明更擅长抵抗 这也是李明选择魔鹰山的缘故 密 诡异之极的声音刺入李明灵魂 顿时万千幻境浮现 一重又一重幻境 接连让人沉迷 单单要度过这万千幻境 恐怕就不知道多少年 破 纯粗到极致的意志 绝对没有一丝妥协 完全摒弃一切影响 此处距离刚开始发现的幻兽群所在 已经有十余万公里 加上已经超过十万公里 没有发现一头幻兽了 所以还是变回人身状态吧 冰雄直接化为黑色气流 无尽黑色气流凝聚成人形 最后化为黑色弯角青年人类模样 切换 李明变回地球人本尊 这魔杀族分拙身 平常还是不要显露出来好 李明看了看旁边的一座岩石冰山 刚才这里的一股魔鹰 恐怕借主六七阶的强者 都要抗不住进魔鹰山 也有一段日子了 可是洞窟中遇到的魔鹰 大多很微弱 连宇宙级都能抗住 好怪异李明眉头微皱 偶尔才遇到能换获宇宙级 极少数才能遇到换获于主级的魔鹰 至于能换获借主级的魔鹰 极少极少出现 看住前方依旧茫茫的冰山石灵 李明眉头皱着 欲加觉得诡异 这片石灵 魔鹰威力太过可怕了 看这情形 越是深入 所遇到的魔鹰 偶尔便会出现更强的 如此下去 恐怕下次就能遇到足以换感界主巅峰的 再提高 恐怕就是换获不朽神灵的魔鹰 到那时 李明自己都没信心扛过了 继续走下去 李明思覆着 走 李明一咬牙 双眸发亮 我的承受极限我很清楚 现在这魔鹰 离我承受的极限还差得很远 我倒要看看 这片冰山石灵的魔鹰 到底会强到什么地步 李明继续前进 随着继续前进 遇到的魔鹰时强时弱 不过整体而言 魔鹰威力的确是呈上升态势 又走了约有十万公里左右 刚才那股魔鹰 是我进入魔鹰山所遇到的最可怕的魔鹰 应该能换或正常的借助巅峰 强者了李明咬着牙 双眸眯起 目光都好似刀光般 都实质化了 眼神是心灵的窗户 显然李明已经警惕到极致 意志意识凝聚到极致 离我承受极限 还有好一段距离 李明继续前进 时刻保持极度警惕 不敢有一丝大意 然而仅仅走了两千多公里 便走到了这茫茫冰山石灵的尽头 前方出现了熟悉的三条宽阔洞窟通道 洞窟通道 冰山石灵到头了 李明露出一丝笑容 且心生疑惑 这冰山石灵 充斥的魔鹰墙 没其他秘密 李明回头 看了眼后方茫茫 连绵数十万公里的冰山石灵 总感觉这冰山石灵 应该有些特殊才对 随便选一个吧 李明直接走向前方三个宽阔洞窟的中央 一个广阔幽深的洞窟 这洞窟宽度足有近二十公里 高度也有七八公里 与之相比 李明就是小步点 就好像蚂蚁走在人类的宽阔走廊上似的 当李明距离洞口约束十米时 即将一步跨进去时 轰隆隆 凭空一股不可思议的可怕吞吸力量 从眼前幽深洞窟中诞生 周围空间瞬间形成肉眼可见的漩涡气浪 地面的一些岩石冰层都被吞吸得脱离地面 被吞吸进那幽深洞穴中 而李明更是措手不及 整个人直接被广阔幽深洞窟吞吸 就仿佛被一张大嘴给吞吸似的 靠 什么玩意 李明一瞪眼 筐 在被吞吸的同时 一股无声的魔鹰直接掺入李明的石海中 就仿佛巨大的铜锣猛地敲击 几乎在一瞬间感觉自己的意志意识 就仿佛陷入狂风巨浪中的一条船儿 巨浪一重接一重 小船好似随时倾覆似的 因为魔鹰干扰 李明陷入随时倾覆境地 根本顾不得其他了 整个人就这么被吞吸进去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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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见李明的手臂处猛地射出 一条条无比粗壮的深红色漫藤 一条条无比粗大的漫藤 或是直接插在地面岩石冰层内 无数的细藤叶子都渗透抓着地面 还有更多的主漫藤 都是直接闪电般延伸到极致 直接抓住了洞窟的洞 洞窟宽度近20公里 而玉主及九阶巅峰的魔云藤 每一条主藤蔓的长度都远远超过这点距离 就仿佛一个有着很多爪的大章鱼 疯狂抓住洞窟边沿各处 植物生命的力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轰隆隆 可怕的吞吸之力 就算魔云藤拼命依旧开始一狠狠主藤蔓 直接崩的断裂开 啪 啪 硬生生断裂 那些被细藤叶子渗透的冰层直接被露离 我的老天 魔云来得快 去得快 李明瞬间恢复清醒 看到魔云藤一狠狠主藤蔓断裂 立即心中一声低喝 切换 地球人本尊瞬间变化为魔沙族分身 而魔沙族分身此刻已经变化成了一只 约有30厘米长 6厘米宽最宽处的飞缩 飞缩两头肩 中间圆 滑溜溜的 因为飞缩的体积要比正常人体型小太多太多 加上本身形态结构 使得遭到的吞吸之力比人行驶小了数百倍 So 空间的宠儿魔沙族分拙身 在吞吸力只有之前数百分之一后 终于从容抵抗住吞吸力量 迅速飞出了洞窟 当魔沙族分身飞缩离洞窟距离超过百米时 之前可怕的吞吸之力瞬间消失无踪 飞缩化为黑色气流 而后凝聚成人形 李明盯着眼前的三大幽深洞窟中的中央一个 回忆起刚才一幕 不由心中发寒 瞬间遭受的魔鹰 连我也只是拼命才抵抗住 一般借助巅峰绝对抗不住 而那吞吸之力 魔沙族分身变形后 还凭借擅长的空间法则 才最终冲出来李明看住前方的洞窟口 心中无比惊惧 如果被吞吸进去 会是什么结果 不知道 李明 巴巴塔这会儿才有声音响起 这是典型的宇宙秘境中的死亡陷阱 什么死亡陷阱 李明心中连问道 浩瀚宇宙 最诡异莫测的便是一个个宇宙秘境 这些宇宙秘境 都是原始宇宙演变 刚开始时发生些特殊变化 造成一个又一个宇宙秘境 所有的宇宙秘境 都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 而危险程度也不一 危险形式也不一 有些危险是光明正大的 虽然很可怕 可那还好 可是有些危险却很突兀 明明看似安晦 危机却突然降临 就好像眼前的洞窟口 这魔鹰山有亿万的洞窟通道 其他都很安全 唯独你现在毫无戒心进去 突然遭到吞袭之力 魔鹰双重袭击 我敢说 这幽深洞穴深处 还有更可怕的危机 巴巴塔说道 这种突然降临 毫无征兆的危机 算是死亡陷阱 不知道 多少不朽存在 多少才华横溢的天才们 多少伟大强决的存在 在死亡陷阱中陨落 巴巴塔说道 李明一争 他忽然想起 当初老师真眼王 曾经说过的一位爵士天才 再借助巅峰 就能够击杀封侯既不朽 然而那位爵士天才 最终却在宇宙秘境中陨落 太初秘境 虽然被虚拟宇宙公司 给掌控了 可还是有一些 极少数特殊地带 即使是虚拟宇宇宙公司 也没法完全控制 巴巴塔说道 像血落世界 像这魔山深处 都是如此 你务必要小心 我当年跟随你老师 见过太多这种情况了 太多强者死在这上面 这种死亡陷阱 有些是蕴含宝藏 有些是真正的绝路 李明连点头 随即转头 看向左侧右侧 另外两个忧身洞窟 往回走 没路离开 那戒主在那死守 往前走 眼前三个洞窟 中间一个不能走 我该怎么走 第589章 《御主九阶的对手》 三个忧身洞窟在眼前 既然已无回头路 李明再度变化为一枚飞梭 尝试着进入左侧的 那忧身洞穴 一 没有吞吸之力 也没有那般可怕的魔鹰 在忧身洞窟中 以飞梭形态 一口气飞行了十余万公里 终于飞到了 这洞窟通道的尽头 前方出现了 38个另外的 岩石冰层通道 同时地面上 还看到三具尸体残骸 这里有人来过 看来还算安全 飞梭化为人形 总不能以飞梭形态 不断飞行吧 被其他舞者 精神念试看到 一定会吃惊的 三天后 以地球人本尊 伪装成黑色长脚青年的李明 正小心翼翼前进 心情却很轻松 自从岩柱那左侧 幽深洞窟离开 冰山石林后 就再也没有遇到 那般诡异情况 一切都很正常 就好像刚开始进入 魔鹰山的那段日子一样 偶尔碰到些土著强者 偶尔遇到落单的患兽 魔鹰威胁也不大 现在看来 冰山石林地带 的确很特殊 李明回忆那段经历 遇是深入冰山石林 遭遇到的魔鹰清洗 就越强 直至最后到尽头 遭到那幽深洞窟的 吞噬和魔鹰清洗 逃过这一劫后 反而到现在 都没有什么危险 那幽深洞窟 就是个终止点 总敢当那幽深洞窟 有什么秘密 李明潜意识中这么认为 想什么呢 在想之前 冰山石林遇到的 那个吞吸洞窟 八八塔声音响起 嗯 我就知道你会想 对 机遇常常伴随着危机 像这种死亡陷阱很可怕 危机一重接一重 不过如果能活下来 反而可能因此 有些惊人收获 八八塔说道 这也是很多伟大存在 喜欢闯宇宙秘境的缘故 不过 人得有自知之明 宇宙中孕育宝物之地 数不胜数 可很多强横存在 却在那些宝物前 一个个陨落八八塔道 你最强的金角巨兽分身 现在都没踏入戒主机 你就想闯这种死亡陷阱 连不朽都可能陨落 至于你 死亡概率超过99 除非真的是走了狗屎运 李明瞬间清醒过来 入口就这么可怕 恐怕 里面自己还真的抗不住 多强的实力 做多大的事 不能贪婪 贪婪 会丢掉小命的 李明看住眼前 一眼看不到 镜头的茫茫岩石 冰层洞窟 寒气清洗着身体 不由有一种渺小感 和浩瀚宇宙的 诸多神秘之地相比 自己这点实力 实在太弱小了 连不朽都一个个陨落 自己跟不朽比 就是只小蚂蚁 努力 只有成为真正的超级强者 在这强者如云的浩瀚宇宙中 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才能保护自己的家乡 和亲人 李明深吸一口气 继续前进 李明所行走的 岩石冰层洞窟深处 一名身材约有两米六高 整个人乍一看 好似竹竿 额头长着 两长长的银色长脚 还有柱山羊胡子 看容貌显得有些苍老阴冷 这金兽山羊胡老者 正惬意地躺在一片 岩石冰层雕刻形成的躺椅上 双眸闭合间 隐隐有着金光闪烁 鼻腔中还发出舒适的哼声 重点 重一点两名土著青年 一个在敲着腿 另外一个则是 帮那金兽老者按摩肩膀 旁边还站着12名 或是清秀 或是帅气 或是憨厚 或是永汉的青年 有宇宙疾 也有欲助 恩 金兽山羊胡老者睁开眼 笑眯眯看住眼前 为他敲腿的宇宙级青年 过来老祖那宇宙级青年 咽了咽喉咙 老祖让你过去 旁边站住的一名 御主级男子喝道 那名宇宙级青年 忐忑地靠近过去 金兽山羊胡老者 嘿嘿笑着 伸出那前兽的手 抓着宇宙级青年的手 嘖嘖夸赞道 年轻就是不一样啊 那宇宙级青年 好似全身都不舒服 身体一颤 猛地缩毁 有一次金兽山羊胡老者 就仿佛用绳子捆腹住 令那青年动弹步的 直接拉到眼前 你杀了我吧 杀了我吧 那宇宙级青年 忽然嘶喊起来 都流出了眼泪 真有勇气 如果有勇气 你可以自杀的 金兽山羊胡老者 忽然转头 看向幽深洞窟通道的远处 只见远处 一名黑色弯角青年 正在走路 此刻也是猛地嘎人而止 二人相聚过百公里 可此刻 他们都能清晰看到对方 呜 嘖嘖 又是一个宇宙级九阶的小家伙 看看他的眼神 警惕 内敛 坚毅 我却看不到丝毫恐惧 极品货色啊 我喜欢金兽山羊胡老者 微微一笑 卡姆撸 你亲自去 将他给我抓来 是 师父旁边站立的实力最高的 御主级九阶男子 恭敬应声 随即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飙射过去 李明看到远处 金兽山羊胡老者 特别对方是主动散发气息 便感觉不妙 借主级强者 顾摸是借主级六阶 或者七阶水准 李明掉头就走 我家老祖看上的 就别想逃掉 一名银色弯角男子 身影如电 迅速追来 小家伙 你放心 我家老祖不会杀你 只会疼你 李明脸色一变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喜好南风的家伙 宇宙中 种族亿万计 喜好南风的是有很多 可是人类族群 总体上的风俗 还是男性配女性衣 这是大道 而喜好南风的 虽然李明很不爽 可也不至于去管 可是现在竟然轮到自己头上 怎么不恶心 哈哈 李明 没想到你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巴巴塔说道 那个恶心的老头 李明咒骂住 之前看到在他旁边的宇宙级青年 估计就是被他强迫弄到手的吧 真他妈的恶心 后面御主及九阶的银色弯角男子 迅速追过来 因此一开始彼此距离 就超过上百公里 这一追一逃 瞬间变到了数千公里外 别反抗 否则我不小心就会将你给伤住了 到时候 老祖会心疼的银色弯角男子 瞬间冲到李明前方 去死吧 李明双眸一寒 切换身体 瞬间切换成 磨砂族分拙身变成的李明模样 因为这事李明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所以懒得用地球人本尊去杀 地球人本尊靠磨云藤 虽然能杀死御主及九阶 可是估计要多花些时间麻烦些 磨砂族分身 那就简单多了 幽影换身 李明本人瞬间到了银色弯角男子身后 刀光亮起 噗 战刀掠过银色弯角男子的胸腹 直接沿住战甲缝隙切开 刀进肆虐 直接轰碎那颗命盒 银色弯角男子瞪大眼睛 这 这 原本弱小的对手瞬间消失 接着自己就被杀死 这根本是毫无反抗之力啊 真他妈的恶心 李明看了这尸体一眼 瞬间身体闪烁 远远逃离开去 山羊胡子老者躺在那 眉头皱着 笨 卡好撸怎么现在还没回来 师父 可能是那宇宙级小家伙 宁死不从 师兄多耗费些力气吧 旁边的另外一名御主级青年说道 哼 山羊胡子老者一声低哼 世界之力弥漫开去 不断延伸 瞬间便浮散到 银色弯角男子尸体所在 哄 山羊胡子老者双目怒瞪 猛的一挥手 原本在旁边被他细掏的那宇宙级青年 直接轰的一声爆裂开来 整个人都直接化为碎肉碎骨 吓得旁边其他人们各个远远避让开 我的卡姆路啊 谁杀了你啊 我要杀了他 山羊胡子老者咆哮着 瞬间化为流光冲了过去 同时 世界之力疯狂延伸开去 然而 磨杀族李明是何等速度 早就窜出这条通道了 这老者怎么可能找到 李明一口气连逃百万公里 通过七个优身通道 这才停下 虽然听说 也曾经见过 可是这种好难封的强者 竟然要抓我 还真让人感觉恶心 李明回头看了眼 我现在实力不够 如果要施展金角巨兽分身 可这洞窟宽材十几公里 金角巨兽身体长度那么惊人 根本无法活动 算了李明连摇头 懒得再想 如果实力够遇到这种 要抓自己的家伙 早就一巴掌拍死 半天后 李明坐在冰层上歇息 分出一丝意识 连接虚拟宇宙网络 在家里和妻子爱丽西亚 以及大群孩子们玩闹住 混沌城修炼三十年多点 对应原始宇宙一百年 加上血落世界八十年 这令现在李明的家族 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李明 前方十九点二公里处 有一名御主及九阶男子 正在前进巴巴塔声音响起 李明那分出的一丝意识 迅速回归 抬头看住前方 很快 前方便出现了一名 御主及九阶男子的身影 那男子身体低矮壮硕 有着一对黑色弯角 又是御主及九阶 李明摇头 笨 远处十余公里外 那名低矮男子 一眼看到李明 眼眸中 似乎都迸发出一丝凶光 第五百九十章 一九级雷射枪 宇宙集九阶 低矮男子帕拓 看到冰冷岩层通道 中远处的那黑色弯角青年 顿时心中冷笑 小子 遇到我算你倒霉 帕拓 他正是这次千星宗派来的六人之一 那破鱼侯当时从千星宗中 选出六人 三名戒主和三名御主九阶 并且还将限制级物品 3819级雷射枪 分别给了三名御主 显然 破鱼侯是将杀手锏留在这三人身上 帕拓就是三名御主之一 这些天来在魔鹰山中 帕拓小心翼翼 唯恐走到危险地方 被魔鹰给换火成为行尸走肉 同时 一路来 他肆意杀戮 很多宇宙集 御主都死在他手上 一般遇到戒主时 他会逃跑 可是曾经有一个戒主追杀他 帕拓当时毫不犹豫 就使用了这一九级雷射枪 这雷射枪的威力的确大得可怕 瞬间击杀了那名戒主 连戒主遇到我 也得死 有这一九级雷射枪的感觉 真是痛快啊 可惜 只能短暂使用一段时间 等离开魔鹰山 还要归还给神帕拓很舍不得 他很清楚 这一九级雷射枪的昂贵程度 他帕拓全部身家拿出来 恐怕也不及其百万分之一 帕拓冷笑看了远处 黑色弯角青年一眼 小子 要怪 就怪神吧 帕拓化作一道闪电霹雳 直接冲向李明 准备开始踏进魔鹰山后 第七百六十二次杀戮 行走在严寒的古老幽深洞窟中的李明 看住远处的那低矮男子 御主及九阶 没威胁 笨 他竟然直接杀过来了 如果你有点高手风范 不欺负我这宇宙及九阶 我也懒得杀你 可现在就别怪我了 李明的心态一如既往 根本没将一名御主九阶放在眼里 毕竟单单摸云腾都是御主及九阶了 轰 李明猛地一踩地面 岩石表层凝结的冰层直接裂开几道缝隙 整个人直接冲向远处那低矮男子 枪 战刀出鞘 哈哈 一个宇宙及九阶小家伙 也敢跟我动手 帕拓眼眸中掠过一丝不屑冷笑 而全身垫舌缠绕的他 手持住一柄弧线弯刀 瞬间就到了李明身前 手中弯刀化为一道妖艺的血色 青色缠绕的月光 月光略向李明的头颅 好刀法李明露出一丝笑意 身形飘忽 竟然直接靠近帕拓两三米距离 血影战刀也亮起了绚烂的光滑 幽影七绝刀昙 当二人刀锋撞击的一瞬间 原本自信十足 脸上还有住一丝宁笑的帕拓脸色 陡然大变 他感觉到双方战刀撞击瞬间 从对方那传递来 不可思议的可怕冲击力 冲击力之强 连他这狱竹九阶五者都有些抗不住 手臂都有些发麻 怎么可能 踏踏 帕拓心中瞬间掀起滔天巨浪 他仅仅只是宇宙级九阶啊 怎么一刀有这么可怕的威力 狱竹九阶和宇宙级九阶 相差整整一个大级别 从能量程度上说是相差差不多一千倍 按理说 一招就能灭杀 在我九星海绝对没这么变态的家伙 难道他是虚拟宇宙公司的某位 有背景的人物 帕拓脑海中瞬间浮现过一个个念头 按照他知晓的能够让宇宙级九阶爆发出那么可怕力量的 也就是一些辅助生命的 辅助金属生命 辅助植物生命 辅助能量生命等 这些能附体的 一旦附体 能够让主人发挥出超强实力 难道他就是神要杀的目标 他之所以攻击强 是因为有魔云藤 怕拓心中压抑的狂喜 就算不是有魔云藤 也肯定是有其他辅助生命 魔云山中 没几个有背景的大人物 他是神要杀的目标的可能性很高 杀 用雷射枪将他给杀了 二人战刀的瞬间接触 帕拓脑海中便闪过诸多念头 瞬间就决定使用一九级雷射枪 因为在他看来 眼前这人即使不是目标 那也是某个大人物 想法一定 帕拓当然是想要先拉开距离 赶紧走 当 当 当 李明一旦近身 配合幽影身法以及弹花刀法 就无比的可怕 超近距离的刀光闪烁 的确危机重重 帕拓想要闪躲逃跑 可李明的刀实在太凶悍了 他根本不敢分心 眨眼功夫 双方交手十余次 是 二人瞬间分开 帕拓暴退的同时 心中暗松一口气 总算找到机会退开了 这家伙用刀就跟疯子一样 超近距离不断厮杀 太疯狂了 而李明健壮却是暗叹 摩云腾终究只是辅助植物生命 他附在我身上 虽然能够让我力量暴增 可是 这股力量终究不是我自己的 我用起来 明显无法完美如意 连刀法施展起来 都达不到巅峰效果 否则刚才他就算能够逃开 最起码也得受伤 心中想法只是一闪而逝 想逃 李明爆喝冲去 做梦 帕拓化作闪电 迅速拉开距离 同时宁笑回头看了眼李明 哼 摩云腾辅助状态下 飞窜速度并不够快 李明眉头一皱 当即一挥手 手中猛地延伸出 十八条细细的腾蔓 然而随着延伸长度越长 这腾蔓不断地变粗 十八条深红色腾蔓 瞬间就变得有十余米粗 仿佛十八条可怕的大蟒蛇 上面还分叉出一些细腾 枝叶 直接包裹向那名狱主 九阶舞者帕拓 死吧 李明懒得追了 哈哈 果然是你 逃逸中的帕拓 却是发出张狂的笑声 在十八条粗长的 深红色主藤蔓 都疯狂围剿过去时 他的身前 却是出现了一机械产物 那是一纯粹银白色的 乍一看 有点类似变异后的火箭炮 炮管直径达到骇人的一米 枪身长度达到三米 这枪身上有着能量槽 也有着把手 单手就可以抓着 这个骇人的大家伙 这个机械武器 显然比李明用过的 尖心炮要小巧秀气的多 属于单兵武器 可是这机械武器 通体那种质感 炮口让人莫名产生的威慑力 却是那般令人恐惧 第一 这机械武器后方的 能量凹槽上方的警示灯 已经亮起红灯 显然那名御主 及九阶对手 在拿出的瞬间 就已经启动 李明使用磨云藤 那粗长的一条条藤蔓 仿佛巨大蟒蛇般 缠绕抓向对手时 对手身前突然出现的机械武器 令李明一愣 什么玩意 李明一争 雷射枪 他并非没见过雷射枪 当初在戒主世界中 就曾经见识过 可是那样式结构 都明显有所区别 陶 李明 威显 那机械武器出现的瞬间 八八塔七粒声音 瞬间在李明使海响起 那是机械族中 雷射枪中的一九级雷射枪 而且还是一九级雷射枪中的 XTH-122系列 堪称极品一九级雷射枪 蓄能时间只需要短短的0.1秒 一旦蓄能完毕 就能瞬间射出 可怕的超强雷射 就是一九级的合金材料 都会被这超强雷射 直接撕裂射穿 一般的戒主九级强者 没有特殊宝物都得毙命 李明心脏猛低一抽搐 汗毛竖起 眼睛瞪得滚圆 盯着远处对手身前的 机械金属疙瘩 那 那 那竟然是一九级雷射枪 前所未有的一种金句 瞬间令灵魂都有点站立 就算之前遇到一些戒主强者 李明都没有陷入过这般绝境过 就算之前遭到那神秘洞窟的吞袭 那即使吞袭下去 是否死亡也依旧是一个未知的 所以李明都没有这么金句过 此刻 却是真正的生死时刻 一九级雷射枪射出 自己的三大分身 才御主及九级的磨杀族分身 金角巨兽分身都挡不住 因为身体强度都远远不够 当然金角巨兽那般庞大 只要不射穿要害 还是有活下来的希望的 可是洞窟通道太过狭小 金角巨兽分身太大 根本容纳不进来啊 而想要靠速度闪躲 更是不现实 因为就算速度最快的磨杀族分身 就算加速到极致 也离光速相差 很是遥远 而瞬间迸发速度 离极致速度距离更大 而雷射枪射出的超强雷射 瞬间迸发速度 就直接是这元宇宙速度的极限光速 近距离锁定 光速射击 意识都来不及反应 怎么逃 扑 扑 那狱主九阶舞者 一手抓着一九级雷射枪 一手拿住弯刀 不断闪躲逃逸 同时挥劈开席卷来的魔云藤 魔云藤虽然厉害 可毕竟只是狱主及九阶 论层次是和这人类舞者一样的 对方纯粹抱着防御 逃逸的念头 魔云藤或许能击杀对手 可要在短短0.1秒内击杀 却不太现实 第一 那粗壮雷射枪的警示灯 红灯灭 绿灯亮 0.1秒已过 续能完毕 在席卷缠绕来的魔云藤追杀下 帕托面色猙獰 原本还在逃跑的他忽然停下 直接炮口对准了李明 这机械组顶尖科技产物 一九级雷射枪自动锁定远处的李明 去死吧 帕托哈哈宁孝珠 直接按动按钮 第591章 毁灭之威 没其他办法了 只能一拼了 火烧眉毛的李明 双眸中有着一丝疯狂 八八塔 拿出机械组飞船 明白 八八塔也不敢丝毫迟疑 身前凭空出现了一尊 高达1200米的银白色金字塔 在最危险时刻 这座威恶的机械族飞船堵在岩石冰层洞窟中 挡在李明身前 哈哈哈哈 帕托哈哈狂笑住 按动按钮 一道要演到极致的光束 从那一九级雷射枪的枪出 光束要演到极致 单单蕴含的高温 比一颗恒星的最高温还要可怕 若是普通人看上一眼 都会眼睛被直接啄瞎掉 吃吃吃 但是那些阻拦住的粗壮的深红色藤蔓 就仿佛脆弱的豆腐似的 直接化为腐朽飞灰 轻易被贯穿 没有起到丝毫阻拦效果 轰 超级雷射射在这艘机械族飞船船体上 这船体完全是一种银白色的奇异合金 当那一刀蕴含着足以贯穿一颗行星的可怕光束 射在船体的瞬间 顿时吃吃吃 机械族飞船船体表面银白色金属 顿时出现一丝坑 似乎耐银白色金属被融化似的 同时 整个金字塔表面光线流窜 那光束中蕴含的能量 在拼命被整个机械族飞船吸收 这艘机械族飞船 是机械族不朽乘坐的飞船 船身材料本身就是F级巅峰 比宇宙人类族群建造的合金要完美得多 而且还蕴含自动恢复效果 飞船表面能够吸收攻击来的能量 可以说 作为F级最巅峰的一艘飞船 以它吸能自动恢复等能力 飞不朽 几乎不可能威胁到这艘机械族飞船 当然因为李明突然照出 末世间开启能量护照 若是能开启能量护照 就更安全了 虽然没能射穿机械族飞船船身 可如 没射穿 比射穿更可怕 因为光是由光粒子组成 光粒子的质量并非为零 准确说光也是一种物质 因为正常时候的光线和一些小微粒的雷射 所聚集的光线不够多 所以形成的质量也不够大 然而 这是能够贯穿一颗行星的可怕光束 这是能击杀戒主 久接强者的光束 这光束蕴含的光粒子实在太过庞大 所以每一光粒子都轻到极致 亿万光粒子依旧比羽毛还轻 可是 当聚集到能够贯穿一颗行星 能够击杀一名戒主 久接巅峰时 这光束的重量早就无比害人了 轰 这道吃热到极致 质量也达到极高地步的光束 轰在机械族飞船的瞬间 因为没有射穿 所以 这光束蕴含的可怕的动能 令整个机械族飞船瞬间被轰得飞出去 地球上当年制造的一些雷射 主要是靠高温击杀怪兽 而宇宙中的雷射枪等等 随着威力越来越大 万倍 亿倍 亿万倍 不断地提升 夜令超强雷射光束不但有着超强高温 也有着超强的动能 正常被雷射射杀 都是直接射出个窟窿 然而机械族飞船因为硬是挡住了 导致完全承受其可怕的动能 机械族飞船被轰得 以惊人的速度沿住雷射轰击的方向 直接飞出去 就好像抬球桌上 球杆击打球后 输飞速射出去一样 机械族飞船被这一道光束射中 就整个射了出去 因为雷射枪原本是锁定李明方向 所以这机械族飞船 就仿佛被抬球球杆精准地击打出去 撞击向目标李明 磨砂族分身 变 李明拼命朝岩石冰层通道的岩壁方向去靠拢 同时磨砂族分身则是拼命地变大 就仿佛一个巨大的橡胶似的 橡胶中央则是空的 地球人本尊就在这巨大橡胶核心内 这超大的橡胶一面紧紧靠拢着后儿的岩壁 轰 被那超强光束轰击的机械族飞船 直接撞击在巨大橡胶上 那无比可怕的动能作用在这超大橡胶上 瞬间 磨砂族分身拼命变化成的材质 无比柔认的巨大橡胶 瞬间就因为超强的冲击力 直接物质结构本身开始崩坏粉碎 轰隆 部分冲击力沿住橡胶 传递到巨大橡胶紧贴着的岩壁 整个岩壁猛地轰隆震动起来 冰层不断爆裂 朝四面八方延伸开去 无数的碎冰从岩壁上脱落 那坚韧无比的黑色岩石 此刻也难得地被震得裂开 一些碎石直接滚落下 整个通道都阵缠住 而那超强光束和机械族飞船接触面 迸发出的不可思议的高温 那是比太阳还要吃热很多很多的 周围的冰层也在疯狂融化 雾气腾绕 且不管其他 黎明的磨砂族分身变成了巨大橡胶 整个瞬间崩坏 而在巨大橡胶核心空洞 那些崩坏震动的橡胶令空间都扭曲 可怕冲击力直接作用在地球人本尊身上 轰 地球人本尊体表穿住的银色战甲 是极金属 就算被那雷射光束正面击中 都不会被射穿 地球人本尊受到那可怕冲击力 身体猛的一颤 在皮肤表面的磨云腾战衣 直接裂开一道道缝隙 随即黎明的皮肤也裂开 鲜血流出 骨头断裂 眼睛 耳朵 鼻子也是渗出鲜血 全身筋骨瞬间完全震断 寂静 我操啊 黎明心中嚎叫 这是激动的嚎叫 为什么关键时刻没有让地球人本尊回体内世界 就是因为地球人本尊体表有磨云腾 地球人本尊穿住极金属铸铸的战甲 这些都是一层层防御啊 那可怕动能透过磨砂族分身后 大约三成浪费在机械族飞船上 三成作用在岩壁上 三成多作用在磨砂族形成的巨大橡胶上 顾摸着也就百分之一 甚至于千分之一 作用在地球人本尊身上 经过战甲削弱 经过玉主及九阶 生命力强悍 柔韧十足的磨云腾削弱 刺下的冲击力 仅仅是将地球人本尊弄得筋骨完全碎裂 五脏六腑完全碎裂 可至少没有像磨砂族分身一样 直接物质结构崩坏掉 如果不是有战甲 磨云腾层层削弱 地球人本尊弱小的 恐怕会被撞击的细胞都直接崩坏 现在情况还好 因为磨砂族分身的核心 生命经合以及里面真正的核心 圆核都是在地球人本尊体内 生命经合非常坚硬 而圆核更是坚硬逆天 最后的冲击力连地球人都没崩坏 这圆核当然完好 地球人身体回体内世界 磨砂族分身凝聚 瞬间这已经王会废掉的地球人本尊 伴随着重伤的磨云腾 直接消失 而生命经合则是再度释放出强横黑色气流 迅速凝聚成里面的身体磨砂族里面 磨砂族里面身影一闪 便冲向那狱主九届的敌人帕拓 他死定了 帕拓手持住一九级雷射枪 探刻到那高大的机械族飞船 直接被轰飞撞击在那人影上 虽然好似看到一巨大的橡胶 可是帕拓依旧人家 对方应该死了 这可是一九级雷射枪 这等终极兵器 还杀不死一个宇宙级九届小家伙 So 李明出现在帕拓身前 你 帕拓面色大变 是 刀光亮起 蕴含着空间法则的一刀 快到帕拓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将这帕拓一分为二 那刀光也直接点在那颗命盒上 命盒瞬间破碎 帕拓死 帕 原本帕拓手持住的一九级雷射枪 也掉落在地上 砸在那因为超高温融化的 硅硅的水中 呼 李明站在原地 看住眼前被劈成两半的尸体 看住周围因为超高温融化 而直接沸腾起来的水 还有大量雾气 不由一阵后怕 实在是太 太可怕了 如果机械族飞船防御不够 恐怕直接射穿了 然后继续射杀我 没有机械族飞船做重剑 雷射直接轰击在我身上的话 我的银色战甲虽然是极金属铸就 雷射轰不破 可蕴含的动能 依旧能将我瞬间震的粉碎 李明很清楚 战甲防御高并没有多大的用途 这也是为什么宇宙中原力战衣更贵 这种战甲之类反而便宜 就好像一个人穿着极为坚硬的盔甲 走在高速公路上 被一辆飞速的大卡车猛地撞飞 或许那坚硬盔甲能够无损 可人绝对会被冲击阵死 人在电梯 电梯突然坠落 砸到地面 电梯无损 人恐怕也死掉了 都一个道理 坚硬的战甲能够抵挡一些特殊危险 而面对这种可怕的冲击力 用处就小很多了 幸好 张好最后成功了 李明一屁股坐在地上 地面岩石上热水沸腾 周围的温度最起码达到数百度 这还是因为整个魔鹰山内 蕴含着无数的冰层 这才令温度没那么可怕 雾气腾绕中 李明目光落在了那一把银白色 造型简单俐落的一九级镭射枪上 一九级镭射枪 李明屏息 这可是真正的绝杀兵器 特别是0.1秒的蓄能时间 另这把一九级镭射枪 具有了无比可怕的威慑力 第592章 肥扬 李明身体一闪 便蹲在那一九级镭射枪旁 伸手便捡起这一看似 简单的机械族的一向杰作 伸手抚摸住这枪械奇异的材质 这材质和李明的那艘银色 金字塔飞船船身材质很像 不过 能够隐隐感觉到 这镭射枪的材质应该更加好些 说是枪 实际上比地球上一些大炮的口径 还要惊人 金射枪枪口口径为一米 在浩瀚宇宙中一些宇宙飞船 战舰的主炮 炮口都是数百米乃至数千米 这种仅仅一米口径的枪灼屑 在宇宙中的确仅仅是在枪的范畴里 李明 这是机械族才能制造的 E9级金射枪中的XTH-122系列 以体积小 蓄能时间极短除名 八八塔意识交流道 你应该知道 科技类武器 我们宇宙人类族群虽然也算擅长 可最高也就制造出能灭杀戒主9级的科技武器 至于想要制造击杀不朽的科技武器 我们人类做不到李明点头 的确如此 从戒主到不朽 是一个质的跨越 宇宙人类族群 制造的合金最多是一级巅峰 而F级的就肯定是宇宙中诞生的一些金属了 制造的科技武器也是这样 达到一级巅峰后 就怎么都无法突破制造出更强的科技武器 而机械族不同 机械族 宇宙中科技的发源地 所有族人都是智慧生命 他们能够制造出灭杀不朽的科技武器 他们能够制造出P美F级乃至更高的合金 而且那些合金 具有比纯金属更加优良的性能 比如当年李明在宇墨星号中 见到的那位机械族不朽尸体 那尸体其实就是一具合金尸体 那合金便是P美F级金属 合金身体能够达到柔韧性 坚韧等等都完美无缺 的确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是机械族独一无二的 其他族群根本无法做到 能击杀不朽的科技武器 也就机械族能做到巴巴塔继续说道 当然 那种科技武器代价也极其高昂 机械族的不朽们 也只有极少数才拥有那种可怕的武器李明点头 自己的机械族飞船上 仅仅配有一三级的当射炮 以及尖心主炮 尖心炮虽然威力极大 可是蓄能时间却太长了 根本不适用于近身厮杀 而且尖心炮那么庞大的体积 根本不适合单人使用 同样威力 越是小型越昂贵 越是蓄能时间短越昂贵 这一九级雷射枪 这么小巧 蓄能时间又超短 可以说是借主的克星巴巴塔说道 就是在机械族都极其少见 你老师 当年也没弄到过这玩意 多贵 李明连问道 价格约在五千混元单位左右 巴巴塔说道 对不朽强者而言不算太贵 麻烦的是 这属于限制级物品 有钱也很难买到 除非愿意出数倍价钱这么贵 李明一瞪眼 五千混元单位 比一艘机械族飞船都要贵些 对 这雷射枪可以当作家族的镇族之宝 巴巴塔说道 恍如家族内放住这么一雷射枪 假如有借主敌人 飞入你的星球领地 星球警戒系统发现敌方借主时 只需要0.1秒 即可蓄能完毕 只要那借主敌人胆敢靠近 直接一枪击杀 借主连反应都来不及 李明连点头 艰辛炮那玩意是厉害 可蓄能达到60秒 以借主巅峰强者速度 一秒钟即可飞行数万公里 直接杀到星球领地的腹地了 所以艰辛炮 只能算是攻击时的大杀器 而一九级雷射枪 无论是贴身使用 还是当镇族之宝 镇国之宝 都很逆天 从今天起 李明抚摸着手中这雷射枪 感受着枪身上传来的冰冷温度 我又多了一张更狠的底牌 磨砂族分身瞬间迸发速度惊人 以磨砂族分身 手持一九级雷射枪 靠惊人的鬼魅速度 熬过0.1秒实在太容易了 0.1秒已过 枪即可击杀敌人 李明将这掺射枪 收入空间戒指中 随即又检查 那具已经冰冻的尸体 虽然之前因为超高温 导致周围冰层融化 水沸腾起来 可毕竟这里是磨山 很快其他地方的寒气 朝这里弥漫 仅仅数十秒 那些沸腾的水 就再度冰冻起来 化为冰层 原先的水蒸气 也全部凝结成冰霜冰层 啪 一脚踩裂冰层 将那帕拓尸体的空间腰带拿下 不知道有什么 李明念力渗透进去 略意扫荡 以李明的眼界 普通宝物还真的不屑一顾 这帕拓会不加产 加起来都远远不及 混员单位 一 这里有三千多枚黑色权杖 李明惊喜地从中取出 那大批量的黑色权杖 只见一枚枚权杖 都悬浮在李明身前半空 黑压压的一大片 每一枚黑色权杖 都代表住一条 最低宇宙级水准的人类性命 三千多条人命 摩山 的确是九死一生 李明暗自摇头 希望我的身份权杖 别成为别人的战利品 一招手 将黑色权杖全部收起 加上这次的意外收获 李明搜集的黑色权杖总量 达到了4320枚 李明迅速飞到远处的 机械族飞船旁 仔细观看了一番 原本因为超强 雷射光束射出的凹坑 已经变得近乎 没有一丝痕迹了 看来再过片刻 就完好无损了 这合金性能 具有记忆恢复能力 真不错 李明按赞 巴巴塔 将它收入你的储物空间 明白那倒在岩壁旁 体表都凝结一层 冰层的机械族飞船 直接消失不见 岩石冰层洞窟中 和洞窟一比 宛如蚂蚁般微小的李明 背负着战刀正迅速前进住 狮子驳兔 也得尽惠力 遇到有点麻烦的对手 直接切换魔杀族分身 瞬间解决李明走在路上 心中则是反省住之前的一战 两财一战之所以进入死亡险地 就是因为一开始 没在乎那名御主九阶对手 最后导致那般结果 边走 李明边皱眉 巴巴塔李明心中喊道 那要杀我的武者 曾经高喊果然是你 而且还拿出连不朽存在 都很少拥有的一九级雷射枪 首先那名武者只是九星海的土著 按理 绝对弄不到一九级雷射枪 巴巴塔声音响起 能弄到一九级雷射枪 估计是不朽存在 而且还是很有背景的 结合他之前看到魔云藤后说 果然是你 又结合你之前遇到的那名 追杀你的戒主 一切可以判定 某位有背景的大人物 想要杀你 这位大人物将雷射枪 给了这名御主九阶舞者 并且告诉他你的特征 拥有御主九阶魔云藤 而且之前追杀你的戒主 死死守在洞口 估计也是如此 由此能判断 这位大人物要杀你 安排的人手不止一人 有戒主 也有拥有雷射枪的御主 巴巴塔解释 李明瞳孔一缩 谁要杀自己 自己似乎没得罪什么人 大人物杀你 估计是牵扯到一些 上层的恩怨 巴巴塔继续说道 我猜测有三种可能 一是派系斗争 二是私人恩怨 三是种族战争 因为虚拟宇宙公司的 每位尊者 都独立统领一个派系 你将来是属于 九件尊者这一派系 假设派系斗争惨烈 有人遇见你的威胁 就想趁机顺手将你铲除 不过 这么暗杀天才 属于很拙劣手段 若是这么敢 定是派系仇怨很大的那种 二 私人仇怨 你是真眼王的弟子 那么别人或真眼王的仇怨 也很可能牵扯到你 可同样 敢这么做 估计也是仇怨很大 否则不至于这么冒险 三 种族战争 宇宙人类和其他族群 斗争惨烈 一些强者潜伏到其他族群 暗杀其他族群的天才 这种事情并不少见 李明微微点头 三种都有可能 李明 随着你的实力越强 地位越高 那么不经意间 你得罪的人 或者是些你没得罪 依旧想杀你的人 会越来越多 巴巴塔说道 所以你必须得小心 任李明点头 自己不能死 自己一死 现在根基依旧脆弱的地球人类 命运恐怕会立即变化 而财富惊人的平海集团 恐怕会很快照人眼馋 后果难料 毕竟就算是虚拟宇宙公司 实在太过庞大 内部也是鱼龙混杂 利益集团多的是 这可是比宇宙国 还要庞大的大势力 李明更加谨慎 一路前进 沿途中 但凡遇到御主七阶网上 都是靠摩杀族分身迅速解决 而御主七阶网下的 则是地球人本尊迅速解决 虽小心翼翼 可杀戮终究难免 那黑色权杖 就这么的很快累积到4831枚 来到魔山的第75天 背负着血影战刀的李明 行走在寒气弥漫的古老洞窟中 忽然瞳孔一缩 遥看远处 在远处大概九十多公里外 正有着两名宇宙级青年 抬着一座宫精美的雕刻长椅 那长椅上躺着一金兽的 山羊狐老者 偶尔还哼住 在那旁边 还有住五名青年跟随 是他 李明瞳孔一缩 那个老玻璃 第593章 金羊老祖 金兽尔羊狐老者 眯住眼 躺在长椅上 偶尔发出哼声 自从卡姆鲁死后 这日子倒是好过了些 抬着这长椅的 两名宇宙级青年中 前面的那位 长相蜥蜴 搭拉着眼皮 正心中嘀咕住 这金兽老祖 我早就听过他的恶名 没想到这次闯境地 竟然落到了这金兽老祖手上 忍 忍过这段日子就好了 这老祖似乎因为 卡姆鲁的死挺伤心 希望能够熬到出去 金兽老祖 九星海中 颇有点名气的借助强者 他的名气主要是浩南风 他门下的徒弟 竟皆是他的男宠 而卡姆鲁作为麾下大弟子 也是他最宠的弟子 之前他派遣卡姆鲁去杀李明 反而被李明杀死 这令金兽老祖心中 一直很伤心 卡姆鲁 我的卡姆鲁啊 金兽老祖心中哀叹 师父 师父 前面有人 旁边传来喊声 嗯 金兽老祖猛地睁开眼 一眼遥遥看去 迅速便将远处九十多公里外的那道身影 看得清清楚楚 那人有着黑色弯角 黑色短发 穿着银色战甲 是他 金兽老祖双眸立芒一闪 脑海中迅速浮现出当初的画面 当时他很随意地派遣出手下 大弟子卡姆鲁去抓住李明 可是谁想 他宠爱的大弟子 竟然就那么的一去不复返了 仇恨的怒火充斥胸膛 金兽老祖的面色顿时争鸣起来 小贼 金兽老祖猛地一声咆哮 还我徒儿命来 那精美雕刻好的长椅 直接爆裂开来 令娜抬着椅子的两名宇宙级青年 都吓得连逼让开 而金兽老祖则是瞬间就化作一道金色流星 一闪而逝 直接飞向遥远处 去追杀向他心中恨疾的小贼李明 竟然在这遇到这老玻璃 李明在看到远处人影的同时 毫不犹豫 瞬间切换了魔杀族分身 当那金兽老祖咆哮着飞来时 李明也是掉头就逃 不过逃跑的速度 却故意伪装的比金兽老祖慢上很多 小贼 金兽老祖咬牙切齿的声音 直接在李明耳边响起 澎湃的世界之力更是压迫束缚李明 竟然让我在这发现你 哈哈 你就受死吧 去给我死去的卡姆路徒儿陪葬吧 咆哮声中 金兽老祖迅速拉近和李明的距离 逃跑中的李明 一副拼命样子 奋力逃跑 眼眸中好似有着惊恐之色 可心底却是波澜不惊 李明 那借主七阶强者距离你还有 九十公里八八塔声音响起 嗯 和他的距离差不多了 李明计算着 手中瞬间出现了一个银白色的精密枪械 枪身约有三米长 李明直接拎着这一九级雷射枪 直接按动了按钮 顿时枪械的能量槽旁的警示灯立即亮起红灯 那儿 金兽老祖的世界之力浮散瞬间就发现了远处逃跑小贼手中的精密枪械 金兽老祖 毕竟是戒主 九星海的高层强者们一般都是有一些宇宙飞船 也有一些智慧光脑等等来连接虚拟宇宙网络的 透过虚拟宇宙网络 金兽老祖当然知道雷射枪这种精密昂贵的科技类武器 只是他没法判断那是什么级别的武器 这小贼明明宇宙级九阶气息 可是逃跑速度却媲美玉主九阶 之前还杀了我的玉主徒弟卡姆路 现在又拿出这似乎很高层次的雷射枪 绝对不是九星海的人金兽老祖迅速判断 而虚拟宇宙公司经常派出一些地位极高的高贵存在进入境地 而那些高贵存在都是宇宙级九阶 眼前这近年轻人 很可能是来自虚拟宇宙公司金兽老祖心中遗颤 面对一名戒主还敢拿出一雷射枪 他肯定是认定这雷射枪能够击杀我 至少能威胁我金兽老祖心中遗颈 一名戒主七阶强者 亦是恩考速度何等快速 诸多念头略过也只是一瞬 逃 金兽老祖不敢赌 转头就化为一道灰色红光 迅速逃逸 想逃 魔杀祖李明这时候反而追了上来 在弯曲不断的幽深洞窟中 李明瞬间迸发速度明显飙升了数十倍 从之前玉珠九阶的水准 达到超越绝大多数戒主的瞬间迸发速度 或许很多戒主经历加速后 加速到极限会比魔杀祖分身要快 可瞬间迸发速度明显差多了 怎么一下子这么快 金兽老祖的世界之力探测到后面的李明迅速追来 顿时脸色大变 他 他 之前他是故意伪装 想到这 金兽老祖更是明白掉进陷阱了 对方明明能够以那鬼魅身法迅速逃掉 却故意伪装速度慢拖住他 毫无疑问 那明显是陷阱 逃不掉了 怎么办 金兽老祖急了 是 他直接操控世界之力 去按动李明手中的那一九级雷射枪的按钮 可是却根本没能按得动 白痴 机械族的科技类武器怎么会有这么明显的漏洞 怎么可能让敌人遥控世界之力就操控兵器单手抓着一九级雷射枪的李明心中冷笑 稍微高科技含量的物品一般都是附带智慧的 连宇宙人类的普通飞船都附带智能 更别说这一九级雷射枪了 拿到雷射枪后 需要先设定下使用权限 确定权限后才能使用 李明也在击杀难民御主帕拓后 收了这雷射枪 专门让巴巴塔研究了一番 甚至于巴巴塔直接将侵入那智慧 完成终极权限改变 这位大人 你 你是虚拟宇宙公司的大人物 饶我一命吧 是我得罪的大人 一道间隙声音在李明耳边响起 李明手中的一九级雷射枪的警示灯亮起绿灯 蓄能完毕 老家伙 还是去死吧 李明身影扰入鬼魅 两次闪烁 另双方距离仅仅只有大约八百米左右 李明轻轻按动了按钮 雷射枪自动锁定目标 一道耀眼的白色光束 从雷射枪的炮出 在射出的同时 就已经射在了那戒主七阶的金阳老祖身上 不 金阳老祖瞪大眼睛 眼角欲裂 眼眸中满是惊恐和不甘 以及疯狂 他拼命想要闪躲 拼命灌输世界之力 与原力战衣来保护自己 甚至于在周围都形成世界投影护体 在那炽热耀眼的白色光束下 护体原力战衣将那股冲击力 分散到金阳老祖全身 令其整个身体瞬间开始崩坏 而且同一刻原力战衣也直接焚烧洞穿 只见他从脖梗到大腿 整个躯体的中间部位直接化为虚无 而因为冲击力而崩坏的头颅以及双脚 又因为白色光束蕴含的超高温 连渣都没剩下 白色光束依旧继续设在遥远处的岩壁上 顿时岩壁振动 无数冰层瞬间融化 而后直接沸腾化为白雾 哗啦 顿时周围空间震荡 借助强者死去的同时 大量的物品凭空出现 落在四周 这些都是他死后体内世界崩塌 导致那体内世界的物品全部落在外界 真够穷的李明目光一扫 黑色全杖 远处有一堆黑色全杖堆在那 还有不少黑色全杖散乱在四周 是哦 李明直接将那些黑色全杖 以及颇有些价值的宝物收起 至于其他乱七八糟的 对李明这等核心成员 虚拟宇宙公司都是那些物品 自然 李明也懒得收 杀戒主 得到的全杖还真够多的 加上这一笔 我的黑色全杖 已经突破七千大关了 李明不由露出一丝惊诧之色 我根本没刻意想弄到一万黑色全杖 可谁想 现在都已经达到七千多一点了 越是强者 得到的全杖越多 之前拿着雷射枪的帕拓 曾经击杀过戒主等 所以全杖极多 这金阳老祖实力强 全杖也多 说不定 我还真的有可能弄到一万块黑色全杖 李明微微一笑 瞬间化为流光 消失不见 随着在魔鹰山中的冒险时间越久 李明也渐渐发现了一个危险 某一天 李明是盘膝坐在洞窟中 亦是连接虚拟宇宙网络 去仓物时空随笔第三侧 这一仓物李明沉浸进进去 所以连续六天在洞窟中一直没动 然而李明却发现 这六天一动不动坐着 竟然遭到三次可怕的魔鹰冲击 这三次威力都足以幻感戒主 特别是其中一次 足以换为普通的戒主 七阶八阶强者 还好我意识强 而且选的又是魔鹰山 如果我选的是寒冰山 恐怕 我早就抗不住了李明暗金 如果不是自己来魔鹰山 是别人来 恐怕早成为行尸走肉了 在魔鹰山的第109天 轰隆 远处传来震动声音 正盘膝进了座 已经化为冰雕的李明 眼睛突兀睁开 随即体表的冰层直接均裂开 李明也站了起来 转头朝远处看去 有人 随着远处的轰隆声 很快 一头高约300米的 类似星形的幻兽 正在追杀一名宇宙级九阶少年 那少年 全身笼罩在金色战凯中 身如鬼魅 笨 李明眼睛一亮 原始秘境宇宙级成员 莫洛 虚拟宇宙公司 原始秘境的宇宙级成员 原本有三人 加上新晋天才站的 博蓝和龙云 导致宇宙级成员有五人 而莫洛 便是原始秘境宇宙级成员 三名老人之一 第594章 莫洛 因为即将到来的资格站 宇宙级的原始秘境成员 李明都尽量收集 足够详细的情报 论实例 这原始秘境的三名老人 比自己曾经击败的 纳炎婆罗族的 萨金火龙可强多了 至少现在 在虚拟宇宙进行资格站 自己没有丝毫信心 击败三人中任何一人 当然在现实中 就不一定了 三名老人中 李明其实对这 莫洛最有好感 莫洛 来自偏远的南湖宇宙国 本是一荒漠星球 战乱下的孤儿 孤苦无依 无名无姓 而后被拥有 上千颗生命星球领地的 莫氏家族 抓到了一级中营 专门培养出 家族的精英死士 不过在培养过程中 莫洛展露出 不可思议的天赋 所以很快就被这家族 直接吸收 并且赐予那家族的 族姓莫 自此 便有了莫洛这个名字 得到莫氏家族的 权力栽培后 莫洛的进步速度 更是夸张 很快 连莫氏家族的组长 一名宇宙级九届的强者 在他面前都没东西交 并且没多久 莫洛就被虚拟宇宙公司 住在浩瀚宇宙 各个区域的分部成员们发现 直接吸纳为 虚拟宇宙公司的特等精英 虚拟宇宙公司 吸纳的精英们 也彼此竞争 很快 莫洛就被直接吸纳 成为核心成员 同一年 莫洛闯通天山 得以直接进天地秘境 随后 经历两次资格战 便直接杀进原始秘境 成为高高在上的 原始秘境成员之一 李明他们是透过 宇宙天才战 最后能够进入 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层 而莫洛 却是透过 虚拟宇宙公司本身的 吸纳精英系统 逐步提升 最后进入原始秘境的 李明 之所以对莫洛最有好感 一是其艰辛的崛起经历 二是其使用的战斗技巧 是其创出的授权 武者 大多是用刀 剑 枪 斧 棍等各类兵器 而莫洛却是靠身体 靠拳脚 按照老师真眼王所说 一开始都是用前辈强者 所创秘法 而随着法则感悟越强 他人所创秘法 不适合自己后 创意属于自己的秘法 就无比重要了 李明很清楚这点 因为几乎99.99的不朽存在 都创出一套 最适合自己的秘法 秘法 并非创造得越早越好 法则感悟弱实 是不适合创造秘法的 因为感悟的少 创造秘法 很容易走上岔路 可这莫洛 所创授权 连真眼王都曾经夸赞过 李明也看过 莫洛施展授权的视频 也佩服不已 幽深严寒的 古老广阔洞窟中 穿住金色战铠的少年 边逃边和身后 追杀他的那高大的 星星幻兽 闪电般交手 轰 轰 轰 洞窟震颤 冰层军裂 那星星幻兽 嘶吼住一拳拳狂砸着 一巴掌一巴掌地挥拍住 而金色战铠少年 灵活无比 快如闪电 一次次躲开 可论速度显然是 那头星星幻兽 要快得多 很快 随着一个大步 就到了金色战铠少年前方 大家伙 金色战铠少年仰头 吼 星星幻兽猛的一巴掌 直接拍击下 金色战铠少年 竟然站在原地 当那巴掌都快拍下时 这才一飞冲天 又要躲避开 那星星幻兽 顿时立即猛地停下挥拍 转而就是横着一挥手掌 就在他手腕翻动的瞬间 金色战铠少年迅速飞扑而上 给我飞吧 金色战铠少年 抱着那足有十余米长的 星星幻兽 一个手指 猛地一挥 轰隆 高约三百米的星星幻兽 整个都被挥得抛飞起来 狠狠怒砸在岩石冰层地面上 轰隆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就仿佛一座小山 砸在岩石冰层上 直接炸飞不少碎冰 更令周围冰层 直接军裂开来 因为透过星星幻兽一个手指 挥动整个星星幻兽 那手指关节直接断裂过半 啪 金色战铠少年再度发力 直接掰断了那根手指 吼 星星幻兽愤怒咆哮一声 连爬起来 挥起手掌就直接拍去 不远处观看这幕的李明 暗自吃惊 一扑 整个人好似水流一般 缠绕抱住手指 而他一发力 竟然是借助幻兽本身挥派的力气 反而借力来抛飞整个幻兽 最后火上浇油再一发力 幻兽手指断 好精妙 不可思议 看似简单 可面对如山般重的手掌 李明自问 是不敢迎着那大手掌 去抱住一手指的 没那能耐 没落 宇宙级九阶 体表金色铠甲 是狱主九阶的辅助金属生命 八八塔说道 那头幻兽 气息强度约为戒主二阶 观看他表现的近身战功夫 他全身宛如一体 恐怕已经能做到一百倍 发力了不朽祭坛 便是发力测试 一百倍为极限 不过没用 幻兽最可怕的是 受再重的伤也不会死 八八塔说道 李明点头 幻兽就是被切成碎片 依旧会逐渐融合恢复一体 远处的少年 没落在和星星幻兽厮杀 星星幻兽不断受伤 可依旧处于绝对上风 帮他一把吧 李明微微一笑 真是难缠啊 没落站在星星幻兽的头颅 嘀咕一声 受再重的伤都没用 星星幻兽的巴掌 挥舞而过 令没落只能迅速一个闪身 在星星幻兽庞大身体上奔跑闪烁 忽然 远处出现了一庞大的 银白色金字塔 那银白色金字塔的塔尖 也凝聚出耀眼的白光 雷射炮 没落一瞪眼 吓得立即连续三个闪身 远远避让开 直径约为200米的光柱 瞬间掠过星星幻兽 星星幻兽那庞大身体 瞬间消失大半 只剩下一颗星星头颅 以及两只脚 其他部分全部完全融化了 融化整个星星幻兽后 那光柱能量也衰弱大半 最后落在远处冰层岩壁上 只是融化部分冰层罢了 机械族飞船 一三级雷射炮 机械族飞船上 不管是九尊一三级雷射炮 还是三尊兼星主炮 都是大口径 如一三雷射炮 发出的雷射光柱直径 可以控制在30米 到3000米之间 机械族飞船 没落惊讶看去 那艘银白色金字塔迅速消失 一黑色长角青年正走过来 只是面容肤色 完全恢复成李明本尊模样 没落李明喊道 李明 没落惊讶看住李明 你也来了魔音山 你来 我就不能来 李明笑道 没落很吃惊 即将到来的资格战 他当然也做准备 可能成为他对手的一些天才中 他也很关注李明 因为 这李明实在太彪悍了 加入虚拟宇宙公司没多久 竟然就击败了萨金火龙 这种进步速度 怎么不让人感到压力 吼地面上的星星幻兽头颅 竟然还发出一声低吼 没落看了眼星星幻兽头颅 脸色微变 连鹤道 李明 我们赶紧走 快 没落迅速逃逸 李明疑惑 但也化作流光 跟住没落迅速逃逸 没落在前 李明在后 二人连续飞行了三个幽深洞窟通道 这才停下 李明没落落在冰层上 笑看着李明 我早听过你的大名 可一直没跟你交流过 没想到我们能够在魔鹰山碰上 李明点头 随即就没问到 对了 没落 刚才那么助击跑干什么 哦 没落无奈摇头 有一幻兽老巢 这两天 其实我一直是在被幻兽追杀 想尽一切办法逃跑 可是 靠自身实力 连刚才那头幻兽都解决不了 靠宇宙飞船 宇宙飞船直线距离是快 可是在弯弯绕绕的幽深洞窟中 时而加速 时而减速 这速度反而还不如我靠金属生命的李明点头 宇宙飞船的加速 大多很慢 需要加速很久 才能达到光速 当然如机械族飞船这种性能好的 加速快得多 可也远远小于磨砂族分身的瞬间速度迸发 我的飞船上 也没有你那般大威力的雷射炮没落摇头 所以一直僵持住 幻兽老巢 李明微微点头 自己也曾经遇到过 幻兽老巢的确可怕 反正我是不敢再去那地方了 没落摇头道 随即疑惑看住李明 李明 你进魔音山多久了 没遇到危险 不足四个月 李明说道 没你待的时间长 在自己进来前 就已经有两个核心成员闯磨山了 显然现在可以确定 其中一人是没落 看来 你也想待满三年啊 没落眼眸中有着一丝光芒 感叹道 这魔音山太危险 特别是魔音 幸好我找到一点规律 否则恐怕早就成为行尸走漏了 规律 李明看住没落 你能活到现在 没发现魔音的规律 没落反问 李明一争 除了那具有可怕吞袭之力的洞窟外 其他魔音对自己都没威胁 所以还真的没注意什么规律 首先第一点 不能在原地待太久 随着时间推移 每一天遭受到的最强魔音 会越来越强 没落笑道 这点你肯定知道 连那些土著都知道 第595章深渊的吼声 嗯 这我知道 李明点头 刺耳诡异的风声 直接掺入人心 换火灵魂 可李明 没落二人却依旧站在那正常说话 第二点规律 也是我能活到现在的屏障 没落笑道 我将魔音的威力 主要分成 学徒级行星级 恒星级宇宙级 预主级戒主级 李明 你应该发现在这魔音山当中 魔音威力 主要是能换火行星级到预主级吧 李明点头 的确是如此 极少会出现能够换火借主级的魔音 我发现的规律就是 出现恒星级魔音 那么 这一区域肯定会出现宇宙级魔音 如果出现行星级魔音 那么 这区域一定会出现换火欲主级魔音 如果出现学徒级魔音 周围区域一定会出现借主级魔音 没落眼睛很亮 说得自信十足 出现的魔音威力越小 那么周围区域诞生就越会诞生超强魔音 哦 李明一周 脑海中迅速回忆起 这一百来天经过的一个个地方 因为这些天 也就在冰山石林的吞噬洞穴 让李明感觉到魔音的威胁 其他地方的魔音威力 李明还真的一直没在乎过 从学徒级到借主级 这些魔音对李明都没威胁 所以也没总结规律 现在仔细一想 以李明媲美智慧光脑的记忆 计算速度 迅速将经历的很多地方 感受过的魔音强度回忆起来 对李明眼睛一亮 周却是这样 有些区域的魔音威力 一直是弹星级啊 宇宙级之间 有的是行星级 MP 御主级之间 极少区域的魔音 是学徒级 借主级之间 随着时间推移 强大魔音区域分布 会不断发生变化 这逼迫大家 必须不断地行动者 不过这些对我没用 李明心中暗导 魔音山中的魔音 正常情况下 能换或借主级 已经很夸张了 除非是那种神秘洞窟 所以 除了些神秘之地 对我还真没威胁 李明 陌落 这虚拟宇宙公司的 两名殿下 一道前进 李明 我们走出这条 幽神通道后 就分开把陌落一边飞行 一边说到 魔音山中 有一万洞窟通道 我们选择不一样 在一起 必定让一方屈服 另外一方 想说你也会不痛快 哈哈 好 我们到前面分开 李明也点头 和没落在一起 自己磨砂 足分身等施展的时候 就必须小心翼翼 嗖 嗖 二人迅速飞行 片刻后 便飞出了这条通道 笨 李明惊诧看住眼前 前方是一片广阔的 冰山平原 平原上 还有住一个个巨大深坑 每个深坑或大或小 大者有上百公里宽 小看有数公里宽 可深坑底部 却是一眼看不到底 只觉得是黑乎乎的 深不可测 李明 没落都降落下来 这什么地方 没落小心走到一座深坑边缘 不清楚 李明也走到这深坑边缘 这深坑 说是坑 实际上称得上深渊 因为一眼看不到底 李明转头一眼看去 茫茫一大片 这茫茫冰层平原上 这种深渊 一个个随处可见 数不胜数 我感觉不对劲 没落眉头皱着 嗯 李明点头 虚拟宇宙公司的两名爵士天才 都小心翼翼观看四周 同时感受着魔鹰 清洗强度 轰 站在李明身旁的没落 毫无征兆的 猛的就是一脚 这一脚就仿佛火山喷发的感觉 那金色战靴 直接踢在金鳄 来不及反应的李明腰上 蕴含着玉主及酒阶 辅助金属生命的力量 令李明被踢得仿佛炮弹般 直接飞入旁边的无底深渊中 李明只感觉 无比强大的力量 瞬间冲击全身 即使经过魔云藤的削弱 依旧令李明控制不住 一口鲜血就上涌到嘴边 噗 鲜血喷出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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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双臂猛地射出一条条 深红色藤蔓 刚刚延伸出时 藤蔓还比较细 可很快就变得无比的粗大 一狠狠藤蔓疯狂飞舞着延伸柱 就去抓向没落 这无底深渊 忽然产生了不可思议的 可怕吞吸之力 就和当初李明在那吞吸洞窟遭受到的吞吸之力一样 除了惊人的吞吸力量外 一道无声的魔鹰直接窜入李明脑海 而此刻魔云藤也知道主人危险 顾不得去抓远远非离的没落了 而是连将一狠狠藤蔓 疯狂抓着深渊边缘岩石 冰层 呀 给我破 李明瞬间就从魔鹰清洗中恢复过来 和上一次吞噬洞窟遭受的魔鹰清洗比 这次的强度反而要弱一些 没落李明眼角欲裂 双眸赤红 咆哮着看住已经高高飞到深渊数公里上空的没落 为什么 为什么没落要突然攻击自己 对没落自己是很有好感的 而且又都是虚拟宇宙公司核心成员 加上李明也认为 对方要害自己也没那能耐 的确 真正偷袭厮杀 拥有分身的李明的确不可能输 只是此刻 李明 这是魔鹰山 我杀了你 无罪 飞到深渊上空的没落冷漠看着李明一眼 声音在李明耳边响起 同时 他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柄做工精致的枪械 雷射枪 李明面色一变 敢拿出掺射枪 应该是有把握用锤射枪杀死自己 那么就应该是一级掺射枪 C6级锤射枪 巴巴塔声音响起 高空中的没落 直接朝下方深渊射出一道雷射 这道雷射使李明足足上百米距离直接射入深渊更深处 随即那没落仿佛逃难似的 迅速一闪而逝 消失不见 突兀一脚将李明踹进无底深渊 再飞到深渊高处用游射枪直接朝深渊底部射了一记雷射 而后直接溜走 描述缓慢 这前后恐怕不足0.1秒 那种C级掺射枪 蓄能时间根本就是零 轰隆 可怕吞吸之力作用在身上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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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强大吞吸力量下 藤蔓一个个断裂 李明却没丝毫惊恐之色 反而眼眸中有着一丝愤怒 兄弟 这没落竟然竟然 你要杀我 那我就让你死 履历上看 一个骄傲的绝世天才竟然用这等招数要害死自己 磨砂族分身 歉 李明瞬间消失 切换为磨砂族分身 变化为一箭飞梭 这一飞梭 正极力想要朝外飞行后 在这无底深渊深处 响起一道低吼声 同时李明化为的飞梭周围空间都开始波动起来 那可怕的吞吸力量完全作用在飞梭之上 飞梭迅速下坠 什么 李明大惊 变 飞梭变为了只有拇指粗细的锥子 可吞吸力量依旧 锥子依旧下坠 变 锥子变成庞大的甚至堵塞整个幽深洞窟的岩石 可强大的吞吸力量依旧吞吸的 这巨大岩石不断下坠 令岩石和深渊边缘摩擦出火花 大量碎势滚落 变 变 李明瞬间千变万化 可是任凭李明怎么变化遭受到的吞吸之力依旧那么可怕 而且随着下坠 这无底深渊中那可怕的低吼声 更加让人心计 是他 莫洛 下坠中依旧保持冷静的李明 回忆起之前莫洛用镭射枪射出一枪的场景 当时李明就疑惑 那莫洛 为什么用C级当射枪朝着无底深渊深处射了一枪 根本没什么威力的 现在弄来 莫洛那一枪应该是唤醒了无底深渊深处的某个 生灵那生灵拥有类似金角巨兽吞噬 天赋的一种能力 主动施展了某种吞吸能力 主动施展情况下直接作用在李明身上 那么任凭李明千变万化 吞吸之力依旧那么大 而假设那生灵处于沉睡中随意释放吞吸之力 作用在整个洞口 那么李明变小就能逃跑了 莫洛一定很清楚这里的危险情况 所以故意到这 设计了这一切李明心中暗恨 便不断下坠中的李明 最后一变化为了一头幻兽冰熊 冰熊李明不断下坠 陷入深渊深处 一定有生机 一定有生机冰熊李明 瞬间便消失在漆黑深不见底的深渊深处 片刻后 一道人影一闪 站在了那深渊出口的边缘 俯看着下方 正是双眸凌厉的莫洛 李明 莫洛嘴角微微翘起 看住这可怕的深不见底的深渊 你还真是傻 这里是魔鹰山 我杀你根本没有罪 以你的天赋 即使这次资格战威胁不到我 可是下次 将来 还是要威胁到我的地位 对我有威胁的 越少越好 在通往巅峰的路上 我会不惜一切手段 莫洛轻生到 在战乱孤儿的经历 在那培养死时的 可怕集中营中的经历 也改变了 莫洛的做事规则 莫洛迅速消逝离开 只剩下古老的无底深渊 一如亿万年来一样 没其他人知道 虚拟宇宙公司的一名爵士天才 李明 被这深渊吞噬进去 我会继续 被判断了 我会继续 被判断了 二次 被判断了 判断了 你 为啥